记者林慧琴台北报道,卫福部台北医院今日清晨发生大火,造成多人伤亡,卫福部也紧急召开记者会表示,对于伤亡患者会提供抚慰措施,事发当时的人力配置均符合规定,起火原因仍待消防单位确认,从起火到通报时间是否过长,进而影响或是扑灭,则会列入后续检讨中。 此外,会整过去相关机构失火,多发生于大半夜,持续加强预防机制。 卫福部罩护司长蔡舒凤表示,从2012年统计至今,护理之家或掌照机构火灾共四件,包含2012年北门护理之家,2016年乐活老人掌照中心,2017年爱新掌照中心于南门护理之家,事后发现火灾通常发生在 这晚间12点至隔天8点的大夜班,为了在消防人员到达前再多做什么,去年已在护理之家评鉴心增情境演练,除了动线与设置上的风险助记或变数外,并强化第一时间的初级灭火与人员疏散。 蔡舒凤指出,护理之家设置标准为照服员1比5,护理人员1比15,动态上需维持人力为两者合计1比15。 此案事发当时,有32位住民,值班包含二名护理人员与一名本国籍照服员,都非常资深,人力配置符合规定。 且火灾开始时,警铃有响,自动洒水也有发挥功能,外传起火原因是自动病床。 为福部次长薛瑞源指出,目前尚未确定起火原因,假设真的是电动床,到底是何种原因引起仍待进一步分析。 若是产品瑕疵,就涉及产品管理,属于食药鼠裂馆,必须检讨不良医疗器材,若是使用不当。 则要强化使用人员的管理或教育训练。 薛瑞源说明,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将患者的病情稳定下来,并且持续核对名单,安抚家属与病人。 对于不幸罹难的住民,也会有抚慰措施,并且先派出社工人员了解死伤家庭有无需要进一步协助。 强调目前已成立应变小组,会请设政单位,新北市社会局一起协调。 至于下一步,薛瑞源强调,这个状况会持续追踪。 整体来说,此次应变迅速,相信大家都很努力,也感谢新北市消防局的协助,但当天处理上是否有不当,例如从起火到通报时间是否过长等,还是会在检讨范围内。 在了解起火原因后,也会讨论是否可再加强火灾预防,包含前端预防与警机处理,军会在检讨与强化,以降低再发生的可能性。